韩国瑜现身难得没被支持者团团包围 因为他今天来到教养院关怀生长朋友 他打扰院方特别呼吁韩粉不要进入 但韩国瑜一走出教养院 耐心等在外面的支持者忍不住热情呐喊 而韩国瑜在院内也认真倾听院方心声 看看政府能做些什么 但很多院生18岁后没地方去 加上政府对院方的电费人力都缺乏补助 只能靠小额捐款及义工帮忙 对此韩国瑜表示 当年传教士创立教养院至今帮助许多重度障碍者 他深受感动 但要化为行动需要政府及地方一同努力 我们看到很多感动事情的时候 跟我们的行动是有一段距离 我们心里面受到感动 我们心里面受到感动是我们人的善良一面被欢喜 可是在采取行动这个距离的时候 大家都很善良 但怎么样能采取行动 这个就要政府各个社团社会资源 还有地方的贤导 大家一起来努力 之后亲自探视这些孩子 他亲切关怀 院生们看到韩国瑜都显得很开心 还一起唱起歌来 相亲相爱 相亲 我的脖子 不同于平常的造势场合 韩国瑜整趟行程完全以关怀弱势为主 也让人再度看见他温暖的一面 这段宇轩李孟昌顺方最后报道